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来我朋友圆子里头晃晃 今天来开箱 开箱什么呢 开箱这个之前应该大家都看过 满满的蝴蝶蓝对不对 其实这一排一排都是蝴蝶蓝 当然这边有一些像是蓝宇的红头蓝之类的 我们开箱什么呢 开箱这一层以后 对 还有扩建 你看后面变得非常宽阔 很多的板子这个其实是一个上板的种法 这个种起来非常的宽阔 其实我有建议它把后面也架起来 变成一个A字的状态 A字架其实我觉得会比较稳固一些些 那你可以看这个都是新扩针出来的环境 非常的宽敞 比之前更加的宽敞一些些 所以它可以种的面积就变很大 说真的我还蛮想租一个租一排的 看到时候再看看 那其实你可以看这个整个A字架 这个整个架起来以后 这边可以放个兰花就更多了 基本上可以做非常多的兰花的应用 而且是上板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到了花季整套的 如果能整套整排全部开花 一定非常的漂亮 不过反正我的兰花也不会在这里 不过其实这个可以做得很漂亮 那这边刚扩建出来 这个礼拜才刚扩建出来 你看上面网子是往后拉 当然还是60%的网子 但是我觉得在夏天有点过多 所以应该理论上可以做一个活动型 可以收的网子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 因为像今天是晕天 再加一点点雨天会比较还好 不过在夏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些兰花被晒得黄黄的 特别是一些像是下面这些 你看这个叶子都黄黄的 就是太阳太过了 特别是它的EQ 我看它EQ被晒得油油亮亮黄黄的 非常的惨 那你可以看这个 其实像这颗 这颗是我之前的那个 我的002就是Xelalia 营业的越来越漂亮 而且它的速度长得非常的快 它这里的好处就是蝴蝶岩长得非快 你看这个就有点黄黄对不对 这黄黄就是因为太阳太烈的关系 因为60%的网子 其实对于它还是有一点点光线太强 不过你可以看它这个叶子长非常快 你看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你想像这个去年出版出评的呢 我都觉得好夸张 速度很快 但是夏天的叶子就会有点黄黄的 太阳太大一些些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再多一层 会活动型的网子 我觉得是比较好一些些的啦 那但是人家重法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啦 那特别是我觉得它EQ晒得有点过头了 这个是另外一批Xelalia 这好像是别人的 另外一批系列的种苗的 不同来源的 你可以看它叶斑不太一样 那下面这个就是EQ 被晒得整个都黄叶黄叶了 非常的惨重 就是因为太阳太烈 你看整个都黄黄的 虽然新出来的叶子呢 是有点绿的 但是你看它就业都被晒的这种阳光 有点烈 所以其实它 再遮一层50%或60%的网子 我觉得会好一些些 会好一些 至少状况会好一些些啦 不过你可以想象未来后面可能也是产生这种状况 就整排都是蝴蝶兰 或者是整排都是蝴蓝 应该是非常的壮观 那你可以看它整排这样过去 当然 露天这种半露天的环境的重法 还是会有一些受损 不像是真正的温室那么的完美 你可以看它的那个 上面有些还是会有一些并斑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相对于那种完全型的 封闭型的温室 这种温室 这种半露天的环境 还是没办法种到 让植物非常的完美 但是其实它的湿度很足够 所以长的速度很快 那也 我觉得也长得很漂亮 特别是秋冬以后你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个 开花可以开得很漂亮很多 这个是这边的特点之一 那只是它后面就扩厂 往后扩两个 好 OK 那这个就是今天来小小开箱 后面的扩厂 今天就礼拜五才用好了 那今天有空来晃一晃的时候 顺便来看一下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